你想要當一個武功蓋世的大俠 在蜜劍江湖裡面走路有風嗎 那別說按照我不夠意思 你又告訴你成為大俠的捷徑喔 其實呢在遊戲裡面是有五大門牌 而每一個門牌呢都是有獨特的職業屬性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成為大俠的話 那就趕快選一個門牌 然後到蜜劍江湖裡面去練喔 就可以成為大俠囉 暑期的強檔遊戲一波接一波 而GMAI遊戲的強檔網頁遊戲 蜜劍江湖更是人氣大波 這款遊戲注重玩家互動的特色 和豐富多樣的職業設定 廣受玩家的一致好評 現在更介紹遊戲豐富的五大門牌 讓玩家闖蕩江湖更是無往不利 這款遊戲分為五大門牌 每個門牌都有其獨特的職業特點 而美女俠能夠為團隊帶來 極大的屬性加成之外 還擁有全體攻擊手段和治癒能力 少林高森則偏重防守 反彈傷害更是一副當官 萬福莫敵 唐門奇俠輕功和遠程打擊超強 讓他成為PK戰鬥中最讓人頭痛的角色 武當劍克的劍法修煉 人劍合一 擁有最多最強的單體殺傷技能 蓋幫英雄單體和群體殺傷技能眾多 不管是單挑還是團戰 都是萬能型角色 五大職業搭配遊戲中諸如擂台 戰場等PVP玩法 絕對能夠讓玩家贊不絕口喔